今天画的这个段 很简单还是属于一个极简的妆面 一直没有手机拍个视频 今天来试一跳 就是没什么经验 可能拍这边走 这边这个 哇好尾啊 这真的很似乎我呢 如果遮下一些卡纹怎么办 就直接遮到这里 拍的时候往鼻背那边拍 都是在这个三角去拍的 再等下给我证实 不然就大似的 我颧骨是宽的 下面天生这边比较窄 沉接不住上面 拍拍的时候往上面拍 看到没 一下子就宽出来了 嘴角这里也有样 挺好的颜色 来来后会叠那么多 你看近看 其实顶妆还算薄 皮肤底子里一些东西 还是能透出来的 在看爱情而已 看这种不切实际的东西 就觉得还蛮爽的 好 顶妆完整 这个在我这边就像青龟女一样 难道都好 没有确定 好来 上眼影 上这个颜色啊 今天这妆 不知道采不采雷 采雷你们看不见了 这个妆硬要干 你说化的这么大 平时我们都化这么多 感觉我比方扎起来这样 哦 人家猴腿呢 然后在这里双C的地方 也带一下 都是这个颜色啊 接着拿个这种 浅一点的修纹色 刚那个范围小一点 就只能是这个 眼头这个前半段 全部都要带到 但是眼头这个提亮点 要留着的啊 这一块压身 今天比较光纯色的太窄 等下配上 其他的地方就显得也刻薄了 反正都修容了 现在把提亮做了 眼皮中央 这个提亮 然后眉公骨就这一块 我这提亮的眼线 别玩了 画到眼角这里的时候 一定要睁开眼睛画 眼尾的眼线 其实在睫毛的上风的 前面的呢 也在睫毛的底下 先定好形 然后再这样拔开 拉平 再拿一个干净的刷子 把它再顺 眼镜就很自然了 找着卧台液 然后我想选这个颜色 先把边界赶紧开 透明色的这个 听来的 我的睫毛 太嫩了 透明的刷出来就这样 感觉它刷眉毛 应该会更好看一点 眉毛全部往上 这还不错 挺好运 今天眉毛是这样子弯下来的 鼻影阴影 这里画过来的那道 就按着这个走势走 然后这块地方 也要手动 向下扣一点 眉尾的部分 画深的 强调上半圆 鼻毛往上扫 中间来几根 眉头也来几根 很自然 哦 还喜欢这个眉毛 哦 好看哦 搞得没用这对 呈现笔了 试一下 真的好自然 你看他给我沉睡哦 你看 打了鼻孔下方 说甜生 画了假的三角 别人说画嘴角 这样晃 我觉得这招还挺合理的 然后小鸡条二姨 就是复复复拍 压光了 亮面出来之后 是整个演习 后往下走一点点 这也知道 是小孩儿的颜色 这色号应该是 绝本买不到的那种了 感觉没用 也可以再向下录一点 你们都可以向下录 嗯 就这么一样了 就这么一样了 我会保持 这个应该是 你还会保持 就这么一样了 所以我会保持 你也能看不过